和珅是新潮有名的贪官 赚着乾隆的喜爱 并未把嘉庆放在眼里 嘉庆一根基上位后 立马就软禁和珅 一浅浪其他城子收集贪污证据 近近半个月就直接扳倒和珅 和珅从一平大圆直接沦为阶下囚 因为贪污数额巨大 嘉庆直接将其处死 在电视剧帖是同样季晓兰中 和珅和季晓兰两人就是个死对头 但是在历史上两个人并未有什么交集 和珅倒台后对季晓兰并未有影响 季晓兰在乾隆十九年考上信时 后靠着自己的精明能干 不断受到情人提拔 在和珅得势的时候 季晓兰早已拧过半百 和珅关欲横通 但是季晓兰却强难度被免 国中地位还不如刘雍和王杰等人 一个是失忆的文官 一个是华山身边的大红人 再加上两人年岁上的差距 根本就没有共同语音 和珅看污脸才实在过分 导致嘉庆实在了不下他 而季晓兰从头到尾 从未卷顾权利的争夺中 在和珅死后 依旧受到嘉庆重用 最后拖到狙击大成 后在家中病逝 嘉庆一起贡献分歧为文达 今天文智圈圈就收到这里 喜欢历史文化欢迎关注一点赞